前面我们说的李顺亚洲这个目标可能不得不去做 因为要想做大哥 也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也不能怕麻烦 亚洲如此之大 那肯定要有一个支点 要有一个突破口 其实缅甸就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接近完美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用的是李顺这个词 这个字眼 它的意思是非常宽广的 但肯定不像是那种简单的是武力 军方为主导 不是这个方向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一听就是比较温和的 那为什么说缅甸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 它不大不小 收入非常的低 历史上基本上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那跟我们又是关系比较亲近的 跟我们关系亲近 以前怎么没过好日子 就是我们的领土的边界 就是在膨胀跟收缩之间 正好这个区域就在我们膨胀跟收缩的边缘上面 所以说缅甸有时候相当的部分是做过我们的附属国 或者说曾经是我们的领土的一小部分 而我们的封建社会整体是黄河流域 也就是长江的相当部分 也就是时间也不长 所以说那一块最负数 那这边缘呢也不是很负 而历史上不负有近现代以来更加的飘零 那么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看了一下21年的时候 它这个免币啊 主要货币啊 是一人币对220 那么现在呢已经跌到了400多500多了 那这是在美元加息的带动下面啊 冲击了整个亚洲 那么当然像这样的经济体受冲击就更大了 人均国民所得非常的低 就是1000美元级别的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数据视频啊 我看到有的博主啊 在那当地吃东西 那么大概啊 购买力跟我们人币还有一个三倍的关系 我们按照他们官方的货币折算完之后呢 它的钱比我们要更值钱 那这种现象呢 有一种汇率的表达方式叫做购买力评价 所以缅甸的购买力评价 比我们人币还是要更强一些 那这一般是发达国家 收入高的国家 它购买力评价 购买力会比较弱一点 而越穷的国家 实际上购买力会越强一些 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一些行业 那么购买力往往是越穷的国家 它越强 这个就聊的有点远了 但其实呢 我们还是这个短片有一个重点跟核心 但它可能是一则留言 我没有办法去求证 我们就放在中间一笔带过说一下 就是在5月2号5月3号的时候 我们南部战区的官方账号有提过一下 比如说跟大家say goodnight 这个晚安 然后还有一些说憨战啊 这样的字眼 然后有消息说 克清军他们有三个营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 或者说有的说法是40分钟之内 这三个营就消失了 被干掉了 然后关键字眼就来了 南部战区的官方账号的关键字眼 然后无人机 然后是克清军 然后我们也知道免电 因为电炸的问题 在最近这一年多 跟我们的官方跟民间 包括媒体方向上有很多的这种讨论交接 因为这几个家族不是被搞定了吗 对吧 这嘎腰子集团应该说 这个方向的问题应该说是解决了 或者至少说过去十几年那种蔓延的态势 那种猖獗的态势 失控的态势 应该说是得到了非常有效的遏制控制 或者说大幅度收缩了 反正情况是出现了好转的 那么现在这个角度 其实也从 我们也可以说从法理上的角度 实际上是支持了我们很多的行动的 当然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消息 我们只是说从法理上面是更加支持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介入的动作的 因为在这些电炸的问题上 事实是大规模的在侵犯 持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这个公民的人权的 而且呢这种现象就刚刚说的 扩散蔓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真正讲起道理来 法理上面讲 事实上呢 是非常有利于我们 所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目标 就是理顺啊 我说的是理顺 很多的这个利益啊什么 这个目标我们再明了一点 其实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没别的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很慈悲的这个目标了 当然这个就是说 他变富有 其实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嘛 就是这个大哥呀 总是互利互惠 比如说他能够迅速的变成一个 5000乃至于1万美元的这么一个人均收入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呢 从这里去印度洋 能够非常的方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说这个战略支点 这一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目标 适合去理顺的 那么这里往西走一点点 就是印度接近飞地的六个班 注意我们要强调这是六班啊 印度东北不是七班啊 千万别被这些人带进去 就是我们提印度 当我们从我们远东地区往西眺望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有战略敌意的就是印度这个国家 那么在战南在这个中段在西段印度不断的在搞事情 但是呢这其实是强行打牌啊 这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反正他自己穷嘛 就无所谓 因为国内的发展在工业化这个问题上面遇到很大的障碍 那么西方的工业技术他又吸收不了啊 这基础太差 这个人的数字问题啊 宗教啊 种族啊 男女啊 这些种姓所有的问题都不支持他工业化 所以他就是在国际问题上面横跳 那么强行打牌不是说我们这边没牌可打 那很长时间也没空搭理他 我们自己搞自己的建设 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们说了这个不去理顺很多东西也是没的办法 像他是东北的六个班 四五千万的人口相比印度14亿的总人口 这么一大的个总盘子来说 这是一个十几万平方公里啊 密度比他这真正的这个印度半岛要低很多 人种上面也跟他就不像 反而跟我们更像啊 这些方方面面 包括这个分离势力 长久以来在这里滋涨的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像这个曼尼普尔班啊 这经常在搞事情的 像这个阿萨姆班 那也是呃力量很强大了 在这里是呃这个第一大班啊 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面缅甸的整个发展发育形态 如果呃跟我们对接的不错 应该说我们就呃握住了呃半个印度洋 握住了半个呃印度半岛 这种形态一旦出现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时候聊到的呃推动印度地区化碎片化呃这样的张力目标就会很容易实现 除了西面的印度对于东面的中南半岛来说啊 这当然也会产生非常正面的效果啊 当然这个我想并不是重点 那另外啊也还有一个角度就是那老美不是号称是全球性霸主吗 绝对的大哥是吧 这很长时间 但是这两年我们说这老美已经是不干净了啊 身上有异味对吧这个老太隆忠啊 这是呃这个问题很多啊健康不佳 那老美这么样一种情况我们要有信心的对吧 就是做亚洲第一霸主啊在军事上面是没着问题的 那这个亚洲第一不是说简单的我们在所有亚洲国家里面排第一 而是说就算老美他在西太平洋也好 包括在印度也好包括跟其他任何国家 不说他单独来就跟当地一起结合 应该说啊实力也没有我们抢 所以说这个信心肯定要有我们才去理顺这很多东西 所以这些韬光养晦的这几十年 其实很多日子我们也过得够啊 过得够够的对吧 呃也是要去去争取很多东西 呃要扬眉吐气一下的这个方向走 所以这个角度我们看啊 这呃美国其实介入的这个能力啊 啊应该说呃也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空啊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俄乌 战争啊巴以这个战争 那么现在呃美国被拖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全部分析下来我们再看回这则留言啊 呃呃其实我们就知道啊 我们为什么强调理顺这个词呢 这个字眼我们肯定不是走美国的那一套老路 美国称霸全世界他已经抛弃了英国殖民的那一套 对吧他用的是美元霸权啊通过货币的方式 呃不能说直接领土殖民 那么我们中国肯定也不是那种方式啊 本身的民族性啊历史啊 虽然我个人也不支持经常用肾脏这样的字眼啊 但是我们呃在军队在这个武力方面肯定会比美国更加克制的多的多啊 应该说会更加克制一个量级 这代表着这个世界前进的方向 所以说呃我倒希望这则留言是真的啊 是我们呃一个小时内把这三个银干掉 再回到李顺那个词我们是说讲道理 然后把事情搞平顺啊 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区域经营好啊 有边境问题有什么发展的问题 有什么相互帮忙相互借力的问题 都通过协商这种方式 而不是说像美国的这种霸凌霸权霸道的这种方式啊 有时候占了便宜还要卖乖 或者说占了便宜还要吼吼一下 或者是告诉全世界你看我多厉害 我这个军事多厉害 或者说啊明明这个他自己的问题 然后唠了一圈回来之后说你们这个国家 这个人权有问题啊 那又不帮助别人发展还要制裁别人 然后说别人这个呃 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就是我们要务实的解决很多问题 不是用军队啊 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推动这个地区啊 靠近某一方的利益 而是说共同的把这个财富做大啊 不是说这个宣传呃 告诉周遭所有人这个我就是这样子武力征服啊 那这样是不合适的 包括我们前面聊了像印度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美国的做事方式只要是符合他利益的 那不管你这有多少人口 发展发育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强行干预对吧 然后把你自己搞个洗衣粉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说印度如果自己发展有问题 你GDP长年维持不到百分之五不到百分之七 因为他收入非常低对吧 不像发达国家你说百分之一二的成长就不错了 他没有一定的这种成长 如果卢比像这种免币啊 或者像其他的货币一样出现大扁的话 他自己国家撑不住了 对吧那我们说地区化降级或者说碎片化 说顺势而为 或者说你印度政府如果解决不了 哎那我们协助你解决一下 我们说理顺一下协助一下 不是说强迫你啊 你搞得好好的你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得好好的 我就把你挪开疼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套确实这个有些过时了 我们也要不是说喜欢好为人是给老美做个表率 说我多干净多清爽的 多没意味我多年轻多强壮 而是说其实老美他也回不到原轨道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方向就聊远了 这个片段我们就聊到这里